我很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節目 他可以聽聽你們兩個主持的意見 思考他自己是應該在做什麼 反而我勸你啊 飛鴻 不如你好好想想你自己其實想怎樣過生活 你虧欠的日子是三個 歡迎收看港南港女 哈囉 又有阿米啊 夠了 要隆重其時有阿米啊 平時呢 哎呀 扔心口啊 哎呀 我放過了一個好好的男生 哎呀 扔心口啊 什麼什麼啊 為什麼我沒有爭取到那些啊 經常有這樣的事件 是 是 是 還有一樣東西 又是扔心口 我不知道為什麼跟他分了什麼 哎 他遇上一個很差的人 哎呀 他不值得這樣 他應該要遇上一個更好的人 哎呀 哎呀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沒有 即是你跟你分開了之後那些人遇到人越來越好的姐妹 沒錯 哈哈哈哈 我很開心的 其實我很開心 是 我也很怕他們會過得不開心 但是很幸運 我仍然會願意 或者他們仍然願意想跟我聯絡的人 他們都遇到一個不錯的人 嗯 即是我經常都覺得 就算我分三不再是朋友都好 我都不希望你過得比從前叉 正如我都覺得他們應該會希望我都可以成長 越過越好 過得更好 即是我不懂得做女朋友 但是我會不會經過了他們之後 我會懂得去怎樣做別人的女朋友呢 是 是 是 那大家的心都是善良的 那你剛才好像說有些什麼 有些更過分一點的 是不是 不是 我聽到過 就是有朋友說他們跟之前那個另一半分開了 但是之後那個過得不好 那麼他們就會感覺到罪 他們會覺得如果當日我繼續跟他在一起 那麼他就不會遇到現在這個 即是責怪都是我 你才會走到這一步 我小時候都會覺得是的 但是現在長大了就覺得不是 都是那一句 其實有些事情是自己選擇 那這次我們的嘉賓肥虹呢 有類似經歷的 他想救個女生都救不及都救不住 那麼他自己也都很心痛 我們找肥虹出來說一下他的故事 你好啊 我叫肥虹 今年已經40歲了 25歲那年我就和年輕人和其他男人一樣 喜歡一腳踏兩船 其中一個女生就是現在的太太 她是壞了人 那唯有放棄了另一個 我叫她Susan先 當時Susan因為分開了她受了一個打擊 然後就很快一個月不夠 另外就找了一個男的 就即時結婚了 但是結婚之後那個男的 因為她之前沒有了解清楚她 到她婚後那個男的 就有對她家暴啊 那個經濟問題那些相關的問題都有 產生矛盾 然後到了Susan又有了 好了 懷孕期間產後她都變成了一個抑鬱 那個嬰兒應該是幾個月大的時候 她就已經會出現了那個博物的情況去自殺 嗯 那我就做那個這麼錯誤的行為 而導致了一個曾經很愛我的一個女兒 變成這樣 嗯 我是很內疚很後悔的 嗯 當時分開了你們也有聯絡的 所以你就知道她打後的日子是怎樣 沒有聯絡的 那你怎樣知道她打後的日子是過得這麼不開心呢 當時是她媽媽 我對她追蹤她某些軟件 大概看到她的心情各樣東西 然後到了後期 知道她這樣的情況之後 我都嘗試去接觸過她 嗯 又找一晚約了她去那些酒吧喝酒 撞回她 當時原來她還是一樣 都還是很掛念我、很愛我的感覺 我雖然已婚 但是我都忍不住那個心情 我都是痛惜她 然後就發生了些翻雲覆雨的事 到最後她就偽然這樣放棄了她現在 之前那個老公、小朋友 那就離了分出來 想和她一起 然後我那個時候又壞 我又繼續一個搭兩船 家裡有一個、外面有一個 然後她的喜居、飲食、各樣 全部都是我來照顧她 就這樣就一直維持到現在 十年的時間了 到了21年的年底的時候 因為她離了分 她又不回家 是在外面租屋住的 很奇怪 因為她也沒有其他朋友 當時快要過年 她提前跟我說要去 哪裏哪裏旅行 跟朋友在一起 就叫我照顧她的貓 到後來她回來了 我就好奇 我想她沒有朋友 為什麼會去呢 就發現了她和另一個戰男 比特有在一起 當時我是很受打擊的 但因為我自己有家庭在那裏 我也不是很怕每天每夜陪在她身邊 後來一直持續到現在年底兩年的時間 那個比特都是利用著 以你所知 那他們是怎樣認識的 如果我離婚去玩 我都叫做判高 允許她 但問題是 我因為知道了她有這個病情 而被這個人利用的時候 我已經為她 我自己都離婚了 我將我原來經營了15年的家庭 我老婆 我女兒 我全部離開 因為我覺得我虧了這個病情 再加上Susan她本身身體上有很多毛病 這裏挺複雜的 你原配分開了 那你是光明正大和她一起 而她亦都很光明正大地跟Peter出去玩 是的 即現在一腳踏兩船的那個就是Susan 和Peter 因為Peter本身都結婚了 那你現在是跟Susan一起生活的 中秋節前是 中秋節之後就因為這件事大吵了一輪 然後所有那些短訊 其他通訊已經全部阻止了我 我已經沒有聯繫過幾月 也都見不到人 你就真是兩頭不到我了 當然你似乎對自己是不是兩頭不到我 都不是太關心 因為你現在最關心的是Susan的健康 或者她的情況 喂老實說 你都知道Peter不是認真 是玩玩玩她 Susan會不會不知道啊 Susan她 即是我認識她這麼累 我以來她是一個真是很單純 單純到我都不懂得怎麼形容的 正如當時她願意去離婚都要和我一起 是這麼不顧一切 是單純到這樣 她覺得她說得很對 包括她家人 我講的 她只會覺得我們正在約束她 在這管住她 不讓她做自己的事 即Susan甚至連自己家人的說話都不聽了 除了不聽你的說話之外 基本和全世界為敵了 她口頭上會聽到這樣的個案 是不是應該都聽過了 中叛親來然後做一件 或者跟了一個大家都很認為不應該的 一起的男人 這樣 或者女人這樣 是 即是都有聽過 但現在前提就不是處理Susan的問題 是處理 飛鴻 飛鴻你現在覺得你卡住最後一個什麼位置 或者你現在有沒有說你想怎樣去解決面前的情況呢 我都不覺得自己卡住在哪一個位置 現在因為離婚我是一個自由人 我做什麼 我應該是跟她有一個交代 而我對她做的事 和她現在做的行為應該也是對我有一個交代 而我自己十幾年的感情 到現在她一句再見都不說 只是選擇逃避 我很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節目她看到她聽到 可以聽一下你們兩個主持的意見 然後思考她自己是應該在做什麼 我擔心我沒有這個能力 因為Susan也很難聽輕奇傘 或者阿米說一句 就回頭是我 Susan她需要設什麼 我一直在想 Susan一定是 即是不可以這麼簡單 她一句就被人騙這麼簡單 就說完 Susan一定是有些事情 她是想要 而這個Peter在她身上是給到她的 會不會就是一個深夜的陪伴呢 會不會就是這種很刺激的 很激情的 甚至是她和Peter之間的性經驗實在令她太開心了 又或者她真的很喜歡晚上喝酒 而你是陪不到她 你是做不到的 你是管束她那個 雖然你說她什麼身體有病有病有病 但她未必跟你同一個概念去看這個病 有些人甚至就說 反正我的身體都玩到爛了 即是不差再爛多幾成 即是壞點這樣說 即是我也不要命的 不是個個都珍惜生命的 這個世界的確 那她的身體情況 即我知道你不方便說 我也都不打算逼你說 但是她這麼極端的身體情況 未必是我和阿米可以這麼簡單的理解 坦白說我未必可以幫到你 所謂勸她回頭 今次這次我真的覺得 頭真的開錯了 由她年輕的時候一腳踏兩船 那裡開始已經是 有很多東西都回不了頭了 當然有很多東西是不幸的 譬如說不幸她又染了一些病 但是這個病其實和她分手也有多時有關係 因為和肥紅分手 她要很心急找水泡 找到水泡很快有了 很快有了 因為很快一起的時間 都沒有認識到一個男人 所以找到一個不是那麼好的男人 當然讓她患上抑鬱症的機率 我覺得怎麼看都高了 因為起碼那個男人對我不好 我老公對我不好 全部都是千絲萬縷 多少都和肥紅有些關係 就是一步一步這樣坐下去 一止坐就滿盤街落索 唉 肥紅想透過我們兩個主持 會不會有機會可以令到Susan 可以回到你身邊 一個在你眼中認為正常的軌道 都是那句 對啦 歪人永遠不會覺得自己是壞人 在書上的角度 他不覺得自己走一個不正常生活的軌道的時候 忠然就會逆耳 所以你們越去勸導他 他就越反叛 越想走 他就會覺得Peter更是一個好的人 Peter帶我去玩樂 令我忘記了我的不快 每晚帶我開心 你口中為他好 肥紅 你亦都有你自己放棄了的東西 亦都有你認為你補償給他的東西 但在他的角度 他真的未必這樣看 有些東西可能 你認為補償到補償了 但在他那裡 他的缺陷永遠都不會填補 他有多大的缺失 那個缺口有多深 沒有人知 如果Peter是他暫時唯一可以用到的止痛藥 那他就不會依賴Peter 你不要理Peter是一個什麼人 我想如果Peter都會打他 都會成功 他應該就不會跟著Peter 即是說 Peter在某些方面 所以上面是會令到他覺得 可以忘記其他東西的時候 他就不會理你 雖然肥紅似乎你 經歷比我多很多 但是從很多跡象顯示 你所謂的正確的決定 其實很多時候都好像有漏洞 就譬如這樣說 你後來離婚 你覺得虧欠了Susan很多 你離婚 你離開了一個有老婆有子女的家庭 我去補償給他 那誰補償給你老婆和子女 他們都是無辜的 對呀 這件事都說不通的 即是你說到當初娶她 都是因為大了肚子 原來你的心是罪我那個Susan 我想說反過來 當初Susan帶了肚子 你跟她一起 然後發生不開心事件 你老婆那怎麼辦 你不能夠把所有的愛分 給任何人 人是沒有兩全其微的 不可以如與紅掌兼得 你現在又何嘗 不是傷害了你老婆呢 你現在只是把所有的集中點 放在Susan身上 他怎樣過得不好 怎樣差 怎樣跟著了一個不好的人 Fine 他選擇的嘛 正如當初都是你選擇的嘛 你說到你為了他離婚 好了 你離婚 你離婚 跟他去過生活這段時間 你照顧得他好好的話 請問為什麼 他還會出口去認識到Peter呢 那你是不是真的覺得 你做的所有事情 已經是為他做到最好 我當時唯一做得不好的 就是陪伴 然後Susan她之前也跟我說過 和阿米剛剛說的說話是一樣的 那個壞人 永遠不會覺得自己壞 也許很多事情呢 我就這樣看起來 很多你的決定 你的改變 你的變化 都太遲了 Susan現在的狀態 其實都不是一個好的時刻 你在他身邊 我也覺得是 他都不想 那又這樣說 你的一些決定行為 已經發生了 即是你認為規陷過他 你規陷過 你彌補他 你彌補過 他現在要這樣走他的路 你硬肉赤 硬心痛 都沒有用的 所以 我唯一 不是勸 Susan可以怎樣做 反而 我勸你啊 肥紅 不如你好好想想你自己 其實想怎樣過生活 你虧欠的人 是三個 我想 這個呢 我們 但之間 我們商量不到一個 最好的做法出來 也都沒有可能由我們 去 去 講這個 這個方法出來 我想 我想 我跟阿米 可以建議你 就是 不是一尾 拉回 Susan 回來 就等於圓滿結束 這件事 真的被你拉到回來了 你今晚 拉到他回家了 似乎都是解決不了的 那你好好沉澱一下 想一想 小高床班想一想 你要些什麼 Susan要些什麼 退一萬步說 他真的需要救 很痛心都要說 有些人是救不了的 還有你救得他多少次 好 我們時間也有限 希望你 真的想一想 你以往 今晚這個電話之前 你所想的事情 未必是完全正確的 有些事情可能 你想一想 你自己都應該要 要反對一下自己 或者我不要用正確 事件不是只有一個方向 想多幾個方向 想多幾個可能性 但是我都欣賞你的 最後收線前 我都覺得很欣賞你 因為 你都起碼是付出你的心 付出你的耐性 付出你的真誠 去想方法去解決這件事 只要你這火心沒有熄滅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都 還未是最差的 還可以變得更加好的 好不好 多謝肥鴻你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可以想到更好的方法 我們在WhatsApp繼續聯絡 多謝你今晚的故事 拜拜 多謝你 再見 拜拜 人生就是這麼圓妙的了 即不是想罵他 但是 人就是有一個怪 永遠都是覺得失去了 或者沒有擁有到那件事 才是他們最想要的東西 然後就會忽視了自己擁有的東西 no matter是甚麼關係 可以是一件死物都可以的 你是不是都是這樣 應該說我從來都不是太差 ok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自己擁有的東西 已經比我可以擁有的東西 是多了 即是我經常都說 沒有的 我們出生的時候 難聽你說的 頭髮都可能只有幾條 我們現在有多少東西 嗯 但這些東西不是老諷的嘛 嗯 無論那個人的出現 無論那件事的出現 或者這些死物都好 是好還是不好都好 他的出現 就是令到你成長 嗯 你要是感恩這些東西 當然 人是 我覺得 尤其在工作上面好 有些人可能在感情上面好 他們會主動些去爭取 多些他們自己想要的東西 ok 爭取是對的 嗯 就是那一句 人生幾十年不通 我又出生那一刻不穿衣服 我就決定一生都不穿衣服 我去到原植那一刻都不穿衣服 不是 但是 我就會覺得 要看得闊一點 人大了自然就看得闊了 嘗試 大家都對 有任何的困局 我覺得這幾年 大家真的很容易有困局 嘗試在困局的當中 盡量 因為我都很明白 我都是廣狼人 我都很明白 在一個困局裡面 很難看到其他的選擇 但其實不是沒有的 嗯 盡量大家去退後一點點 拋開自己去看 多個 我都相信 硬差硬差的情況 都真的會有一個街燈去指引我們 好心靈雞湯 這集有街燈去指引我們 好啊 來到這裏都足夠了 OK 希望他們都過得更加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以上的影片是經過山展的 如果大家想看竹本版 就快點加入會員 加入會員之後 就可以有一個解鎖 就可以進入我們的TG Group 有超過一千位的會員 在一面一起聊天 對 很多分享故事的當事人 都是TG Group裡面 現在馬上就在下面 訂閱 還有 加入 就可以成為會員 期待大家的加入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吉 device 請多請 請용 至少 可樂 選擇 快 感谢观看